好了 鄉親啊 詐騙還有申報索 苗裡一個八十多歲的阿嬤 接著一個主情是通靈人士的電話 問阿嬤說 最近是不是健康出問題 下年剛好阿嬤打出車好 所以就讓人拖著傻傻子 對方黑龍世道 叫阿嬤就花八十萬 扮一張法會來記憶 說這樣就可以保住一年的運勢 阿嬤是性格啪啪啪 到銀行領錢要給人 是可以讓行員跟警察抖起來 民宿專家說這個運勢 不可能開錢就能改變 千萬不能傻逗逗逗逗逗逗逗 八十多歲阿嬤到小孩領錢 一個手領八十萬 沒有 剛才要那麼多錢 沒關係啦 你放心啦 阿嬤自己騎機車來領這麼多錢 行員擔心比佩 趕快找警察來幫忙 說你有宴親在職就要超多 他說最近運勢不好 騎機車擺盤 心想又全病痛 電話現在通靈人士跟他說 要花八十萬版話會 才能當消災改善 警察跟小孩學員 一直跟阿嬤口供點多錢 阿嬤才想通報到八十萬的領袖 不少年紀大 身體病痛多 詐騙一段就算這點 接著通靈欺騙阿公阿嬤 不少人因此疲憑 一個人的運勢不可能是 可以用金錢來改變的 長久病痛的話 還是尋求醫療 會比所謂的做法是 消災起伏更有效 專家說 宗教信用是心靈的嫁頭 如果是繼續英靈 完全製造成心的名義 還要付出很大的費用 這樣真有可能就是 詐騙千萬不能相信 判斃